台灣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星期一召開主流民意大聯盟記者會 他在會上表示決定以獨立身份 參戰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 他表示這段期間見不到公共政策實質討論 特別是兩岸和平、國際關係、經濟發展以及科技升級 這些有關台灣前途的決定性方針 至今仍然留於空洞陳述 他宣布參選並全面展開聯署取得參選資格 代表主流民意整合南白兩黨 其實自國民黨徵召台北市市長侯友宜 參選2024大選之後 郭台銘雖然有在念書上發文支持侯友宜 但是在8月初由美國回去台灣之後 陸續在各地舉辦造勢活動 已經被解讀是為獨立參選作準備